打丢这一杆中带红球 比赛也随之进入最精心场面 奥沙利文会拼进这顶带红球吗 掀起最强反击 不,他还是犹豫了 因为粉黑都被锁死 哪怕他冒险拼进 但下一杆彩球呢 下下一杆红球呢 在没想明白这些难题之前 他不想再冒进 蹭了一下红球后 又把粉球推至洞篷去 下定决心要与特鲁姆普决战到底 你不急 我何必着急呢 他反手住把迈克 本来被自己K过的红球 重新推回左侧边库去 与火老师比拼耐心 看到苗头不对的奥沙利文 赶紧改变策略 不吸下血本的一杆中带钓鱼 小特只是稍稍瞄了一眼之后 就没有理会他 奥沙利文 马上用着秀起无比的一杆后 撕诺克 不仅又把一颗红球激活了 而且 这杆防守还做得很不错 这下子 轮到小特头疼了 该如何防呢 不错 相比小特谨慎小心 火箭继续踩钢丝 又一杆钓鱼 这下子 世界准神 坐不住了 一杆远台尝试 可惜了 没标记 但奥沙利文 同样没续上火力 还再次送出 底带机会球 这下子 小特不能再客气 现在 是他一单制胜的好时机 球筋得真脆 而且可以看看篮球了 中带篮球 过渡一下 又收下一颗红球 只要拿下这种带红球 再多收一颗彩球 他就能妥妥超分了 关键时刻 红球壮胆而出 但也幸运无比 借用篮球 形成了折打 奥沙利文 还是没有上过机会 给了很强 左边的旋转 会不会露出来 火老师 这一感防守 到底有没有问题 小特 仔细瞄了又瞄 击打红球没问题 可要从红球左侧 加点角度 想直接搏进顶带的话 篮球又造就有干扰 这球 很讲究准度 小特 还是想试一试 拼进了 真准啊 不愧是世界准神 可到底还是加了点赛啊 白球 又来到了尴尬的位置 下一感彩球 头疼了 既然进攻不力 那就做一球 可是 还是没贴死啊 破解成功 同时让白球滑到底库边贴紧 双方又得就标安全球了 领先了33分 台队还有35分 不过 论攻防能力的全面性 还是奥沙利文更胜一筹 率先 抢得这一感斯诺克开路 其他彩球的这个情况啊 确实是非常不好 小特 勾底库蹭到红球 完美破解 奥沙利文 想继续做球 可这一次 没做死 小特 也想反作一般 但没想到 把自个的右侧 抵得卖了 奥沙利文 进攻机会 可是 没打进啊 运气不错 不仅没露球 还用带口的粉球 形成一竿后 撕磨 双方又一个四摸 直到小特这一干破防 失误了 留下带口球 虽然 难度不小 但对于中代太上皇而言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于中代太上皇而言 围绕黄球 双方展开了最惊艳的一只博弈 把自己也会超分 对 还是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没有去拼 漂亮的这个 打得太准了 漂亮的 小特 勾顶贴球破解 这个俩 在赛场上 你一干我一干 玩得不亦乐乎 最后 还是奥沙利文大气 又一干大力脚趋 打破僵尸 围绕着黄球 双方一番精彩的追逐后 小特的这一击翻带 差点就惊艳终结比赛 只是可惜了 黄球死死悬停带口前 宋奥沙利文好事件 没难点 吃下绿球 只要他完成一干青苔 他就能反败为上 但谁也没想到 这颗贴裤的咖啡球 竟成为他滑铁炉 最大爆火锁 收下超分的咖啡球 小特也不再客气 可一个不小心 又给自个做上了 他只能继续解球 这转负 如果来奋斗一下 肯定还是正常的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而奥沙利文本想利用 粉球遮挡 做一球 却没想到 摔进带口局 小特顺势趁机 又收下篮球 一干青苔 总算终结了 跌宕起步的第一局 小特顺势趁机